赵文珊有过两次婚姻 赵文珊大叔渐渐淡出了舞台,但是她第一对龙凤太儿女却开始浮出水面,她的儿子赵益男还较为低调,目前在国外读书,很少有曝光,但与哥哥不同的是,妹妹赵益涵在八岁时就在辽聚春晚登台协议了,而在前几年,她成为了一名主播,也是一个网络红人了,在2016年的时候还参加了微博超级红人节, 最近两年,球球招音还似乎有转型的打算,开始慢慢的进军影视圈,而且因为自己的老爸是赵文珊,本珊传媒旗下的所有影视剧作品,她都可以随便挑的,自然比别人更具有优势,最近,有路透照片传出,照片上的球球在横店拍戏,而且还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古装戏,不过虽然已经开始单写了演员, 球球并没有因此不去直播了,她还会经常在网上与粉丝互动,但是,有很多人认为,最近球球自己曝光的照片,和以前真的差得有点远,浓妆艳抹道,让大家都觉得很不适应, 其实关于球球整容这个话题,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,连球球自己也在直播的时候承认自己是微调过的,之前,关东小江湖,就曾发过两条微博纸对球球,其中有特意提到球球不只是微调了,是把整张脸都动了,最近,她还拍了时尚写真, 很多网友都觉得,相对现在整容后的球球,还不如之前淳朴简单的长相。 不知道你对球球照一涵怎么看呢?你支持她吗?你认为她能发展到像她的父亲一样成功吗?